那里面的两个小人也是蛮乱来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今天来写个比较正经八百的来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来呢 它出头出的很短 好 来看一下 这经典的笔法 其实呢 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有点像钻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我起笔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笔尖 笔尖下去都这样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点 它这个点呢也可以用尖尖的 好不好 好 这个比它短 我说错了 原来吃错药 一点点 我这一段呢 比这个稍微长一点点 一点点 从这边下 你如果要贴住 你进去再出来 如果你不贴住 不贴住 不贴住没关系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往这边 所以看看我这个角度 参考看看 因为影片在嘛 所以很多细节 你们可以反复再三 这个真的要经得起考验 不然你们翻来翻去就看 哦 两包 好 接下来这个山 是不是第二很特别短 你不要这样想 不是这样的 这个石头上有点问题 基本上它不会太短 基本上它不会太短 第三笔 稍微比它们都长一点点 稍微比它们都长一点点 所以你 它踏起来的时候 这边完全是 看不见这边有什么东西 但我认为 这里呢 不然就是要出去一点再进来 好 看一下 好 那有点小弯 小弯之后提起来 向左边 向左边 好 好 好